也就是绿马的拥有者可以离开武汉 当然跟我刚才呢我们的连线 公家里面的这个收费站的记者他也提到了 有的这个离汉的人员还需要核酸检测成运线 再加上这个绿马 什么是绿马呢 绿马是湖北省统一的这个疫情防控的健康马 用于人员的反感和出行啊 当然除了绿马之外相应的还有黄马 红马 这三种颜色的马是怎么定义的 但是它是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 哪些武汉人能够拥有绿马 我们先从红马开始说起 红马显然是针对确诊病例 如果说治愈出院 并经14天隔离期没有复发症状 然后可以转到黄马 接下来回家之后再隔离14天 就可以转为绿马 那么疑似发热还有密接人群 他们持有的是黄马 隔离14天经过核酸检测成阴性之后可以转绿 那除了前面刚才说到这四类人群 其余的人员持有的是绿马 那红和黄可以转绿 当然了我们看到 这个从绿马到黄马和红马也是一个动态的可逆的 在绿马有效期截止前 没有测温健康记录或者测温有发热症状的转为黄马 如果说核酸检测成阳性 或者是确诊病例 立刻转为红马 那么同时这个绿马还有一个要求 三天不间断打卡 一旦中断也会变成黄马 所以这个不同马之间是根据情况随时的切换保证它的真实健康的状态 那现在有绿马的不仅可以在室内流动 马上还可以离开武汉 那这样一个离开会给武汉带来什么 解封通道绝不是解除防疫 武汉的公共场所的防控不能放松 社区的防控更要严格要常态化 四B这样一个管理措施必须的B 要严格执行内四B来看看 目前武汉市各个小区采取四B管理措施 即身份必问 信息必录 体温必测 口罩必带 封城76天后的武汉将要打开城门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零新增不等于零风险 解封通道不等于解除防控 打开城门更不等于打开家门 我们将根据形势的变化 及时地调整一些我们防控的策略 重点关注重点的企业 重点的单位 重点的部位和重点的人群目标 使我们的防控工作更加精准 重点的部位和重点的人群目标